市長的臉書其實有PO跟我們拳擊好手黃曉雯的一個影片 市長還記得當時電拳的過程嗎 有一次我去南州國中視察 有看到他們在訓練 其實要跟大家講不要羨慕別人成功 那過程都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都是很多鳥 我去看的時候好像是2018年 已經三年前了 所以每一個那種運動選手 這個可以打到世界級的 那個訓練過程很辛苦 所以只能說加油 訓練過程非常的辛苦 那這邊也非常好奇說北市是不是會加碼補助 讓我們國手繼續努力 我們目前還有 其實有國家的補助還有台北市的補助 其實我這個問題我也想過 其實更長遠的做法 應該是台灣的運動產業要做起來 這種產業一旦它變成產業鏈你知道 才能夠確保這些運動員的出路 不是現在好像就打一個奧運 每個月看領個幾萬塊 這樣 這好像 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其實真的要做的話 但是這樣 台灣 如果只有2300萬人口 什麼樣的運動產業做得起來 這個還是要思考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一個活動 如果它沒有產業化的話 它沒有辦法自己可以維持很久 所以這些運動員的出路 終究台灣還是要有一個運動產業化的政策 那你怎麼看說現在有許多政治人物 他們有個蹭的選手的一個狀況 然後甚至還有發文就是發錯名字 通常對這個不是很熟的 平常也不是很關心 要去蹭 常常不小心就會踢到鐵板 就這樣 不過我想這個 剛剛市長講這個 我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說我們的體育局 其實也在思考怎麼樣能夠帶動這個運動的產業 這個就長眼來講 台北市還是會努力來做 那當然也有很多人關心說 那有關這個這些得牌的這個選手 他拿到了這個奧運的獎金之後 那台北市本來就有訂定兩個 有關這個方面的一個計畫 一個是有關獎金的加碼 獎金加碼的話是以前八名都有獎金加碼 那以加碼百分之五 也就是說如果得金牌是兩千萬的話 我們市政府再加一百萬 那銀牌是七百萬的話 那加碼我們就再加三十五萬 那銅牌是五百萬的話我們就加碼 那再加二十五萬 這個是獎金加碼的部分 這個是一直都是這樣做 那另外一個是訓補金 也就是說奧運前八名的訓補金 那訓補金的話大概是每個月可以領的 那可以領兩年的時間 那如果是個人獎牌 一個人每個月可以領兩萬兩千元 所以兩年二十四個月的話可以領到五十二萬八千 就是個人的部分 那有些是團體項目 團體項目的話每個人我們一樣 有這個訓補金 那一個人是一萬五 那領兩個月的話可以領到三十六萬 所以台北市在這個協助這些得牌的選手 一個是從獎金的加碼 一個是從訓補金來著手 那進一步有關運動產業的福祉 這個部分我們會按照市長的這個努力的方向 我們一起來往前來加 如何來促進這個產業的發展 以上補充謝謝 市長最後一集我要問你就是 有關李洋跟王岐霖他們都奧奪金了 那民眾黨的這個臉書有發那個壓線球的一個畫面 然後被奉說民眾黨out 那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有啦這種東西你知道齁 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特別要去 這常常是這樣啦 做梗圖本來就不是民眾黨的專長 我做錯一張也還好 那也沒有我看那也沒有什麼 那只是被人家嘲笑而已 也不是說那個圖哪個地方做錯了 笑一笑就好了怎麼辦 那你覺得會做梗圖的是誰 哇你實在很會問問題 有誰做的梗圖讓你印象深刻嗎 我不會上當的 好謝謝 謝謝媒體朋友們也謝謝